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理讲堂 从今天起 我们讲一起民国年间抗日英雄马战山将军遭遇的任子案 那是在民国23年 也就是1934年11月上旬 北方刚刚进入冬季 天气有点阴冷 日进黄昏的时候 在天津英租界46号路居住的马战山将军的大门外 走来一位老翁 黑布衣衫 看样子约有70多岁 他来到门口看了一眼门卫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就往院子里边走 门卫拦着他 问他找谁 有什么事 来人态度傲慢 说自己是这家院子的主人马战山的生身父亲 让门卫赶紧把马战山叫出来与父亲相见 门卫听了很吃惊 因为据他所知 马战山将军的父母双亲早已经去世 怎么在这又出了一个父亲 他又仔细打亮了眼前的这位老翁 怎么看也不像是有身份的人 门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让来人先在门房里等着 自己进去通报一声 马战山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军 祖籍河北省丰润县 1895年生于东北怀德 航武出身 他从基层士兵少长做起历任连长 营长 团长 旅长 1928年东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 1930年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 1931年918事变以后 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东北 事变发生以后 在77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 兼军事总指挥的马战山 率领索部奋起抵抗 与日军血战江桥 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抵抗日军侵略的第一枪 后来因为寡不敌重 率部撤出战斗 日军占领东北后 马战山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马战山回国 这时日本人的势力正迅速向华北扩张 在天津英苏界居住期间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 经常有人慕名前来 当然也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前来骚扰捣乱 对于方方面面的来宾马战山的态度坚定而明确 能不见就不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段时间里他谨言慎行 身居简出 几乎不与外界交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门房向他通报说 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翁 声称是您的生身父亲在外边吵着嚷着要见您 听了门房的通报 马战山吃惊不小 家父已于民国六年在辽宁省淮德县病故 是自己亲自为老人床前送住 如今怎么会在这又出来一位生身父亲 那不用说也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来 他到底要来干什么 马战山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马战山最近遇到的烦心事可真是不算少 他在东北指挥江桥抗战 长了中国军人的志气 也让日本人对他怀恨在心 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 随后又将魔爪一步步的伸向了热河华北 当时的天津几乎到处都有日本特务间谍的身影 马战山住在英租界 日本军警势力不敢公开采取行动 但暗中却没有手作手脚 平时的丁烧捣乱数都数不过来 最惊险的一次是发生在上一年的除夕之夜 日本特务机关派出七男一女八个人 计划利用马公馆过年喜庆疏于防备的机会 趁着夜色潜入马公馆行刺马战山 幸亏有内线事先通风报信 马公馆事先设下埋伏 等四名特务翻墙入院以后 被事先埋伏好的家丁卫士当场擒获 另外四名正准备翻墙入院的特务 见势不妙仓皇的逃走 随后 马战山派人将捕获的四名特务 扭送到了英租界巡捕房 但巡捕房担心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 便以事出有因为由 悄悄的把四个人给放了 马战山侥幸躲过了日本人的暗杀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不久之后灾火又落到了他的家人头上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份 马战山的儿子马奎遭人绑架 绑匪开口索要赎金一百三十万元 当时人们就怀疑 绑匪的幕后指使者是日本宪兵队 后来虽然马奎趁着绑匪疏与看守的空隙逃出了匪朝 但这件事情让马战山更加提高了警局 他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 这以后形势更加的小心谨慎 遇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想一想事情背后暗藏的玄机 如今有人上门冒充是自己的生身父亲 背后会不会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对此他不能不由所考虑 但不管怎么说 人已经来了 就在自家的门房里 总还要派人去接待一下 问明情况 至于下一步怎么办 看情况再说吧 于是马战山便派秘书杜荀若出面 向来者问明情况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战山的父亲明明已死去多年 却有人光天化日找上门来 冒充是他的生父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胆量 他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 将继续为您讲述 将军遭遇任此案 第一级 冒牌父亲 找上门 杜荀若跟随马战山将军多年 对于马战山的家庭情况是一清二楚 自然也知道马将军的父亲十几年前在辽宁怀德去世的事情 他以为一定是这老蒙昏了头弄错了 接到马战山的命令以后 他便随着门卫来到门房 想让向来者解释几句 劝他赶紧回去 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杜秘书在门房见到了那位老蒙 他一身棉布黑衣 个头不高 虽然黏玉骨息 但看起来头脑并不糊涂 同时惊喜 一听说话 就知道是京东唐山那一带的人 他一把拉入杜荀若的手上下左右仔细端详了半天 然后说 你不是马战山 我要找马战山 他是我儿子 杜荀若马上如实的自我介绍 他说 我是马战山将军的秘书 马将军不在家 您先到客厅坐坐 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说着便将老翁领进了客厅 请他坐下 还给他倒了杯热水 老翁坐下了 但没有喝水 而是一遍又一遍的对杜秘书说 我今天一定要见到马战山 他是我儿子 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见面了 杜秘书听了老翁这番没头没尾的话 第一感觉 就是老翁可能真的丢了儿子 心里着急 到处找 找错了人 也是有可能的 他先是安慰老翁几句 劝他不要着急 请他把自己丢失儿子的情况仔细说一说 我们也可以帮着流行打听打听 于是老翁便把自己丢失儿子的前前后后 以及怎么找到马战山这里来的过程 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 老翁自我介绍说 我姓马 明荣河北省丰论县人 善善是我的大儿子 五名老虎 生于清光绪十年腊月初八 今年五十一岁 老虎的生母姓吕人称马吕氏 老虎还有一个姐姐叫辩儿 比老虎大两岁 老虎出生以后 我迫于生计到外地的一家饭店里面做厨师 不经常回家 光绪十六年 也就是老虎七岁那年 马吕氏因病去世 老虎和她的姐姐就被接到她姑姑家中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 也就是老虎十二岁的那一年 姐姐辩儿因病去世 老虎也走失 不知去哪了 等我听说了这件事情 四处打听老虎的下落 但一点线索都没有 后来我另娶妻成家又有了一个儿子 娶名守山 如今守山已经长大成人 今年二十一岁 已经娶了儿媳 一家生活也算过得平静 但这个日子越是平静 我越是想念丢失的儿子 我一直在四处打听老虎的下落 九一八事变以后 听说东北义勇军里有个抗日名将叫马战山 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走失的儿子 但是无凭无据 后来有个姓白的同乡是个火车司机 说他见过马战山 长得很像我走失的儿子老虎 我听说以后就想着到东北去找 那是东北正在打仗 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去找 近来听人说 马战山到了山海关内 住在平静一带 我听了很高兴 觉得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 至少说路途近了 去年十二月 我曾经到北平打听我 人家说马战山没来北平 我只能又回了老家 在老家 我又托风润县小马庄的一个大户人家帮着打听 这户人家的户主叫马发 他家里有人在天津做大官 听他家里人讲 马战山现在住在天津英租界里 而且听说马战山的祖籍就是河北省风润县 我一听更高兴了 不用说马战山就是我儿子了 这便一路打听着找到这里 我的儿子走势已经将近四十年了 经过千辛万苦多方寻找 今天终于找到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等马战山回来 一定要让我们父子见个面 杜秘书听了老翁的一番话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位老翁一定是找错人了 他耐心的对老翁讲 一定是找错人了 我们马将军虽然祖籍是在河北风润 但那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了 马将军的爷爷父亲从小都生活在东北怀德 马将军更是生于怀德长于怀德 从没听说他到过风润 更没有听说他有个老虎这样的乳名 马将军的父亲叫马存 十七年前并故于怀德 当时马将军的职务室营长正在本县住房 父亲并故以后 马将军披麻戴孝 变告乡里乡亲 这些事情我们这些部下都记忆深刻 再说了 您的儿子老虎生于清光绪十年腊月初八 今年五十一岁 我们马将军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今年五十岁 我们这些座部下的每年都会参加马将军的寿臣纪念活动 对于这些记得都很清楚 您不能只凭您儿子与马将军同名同姓 就说马将军是您的儿子 您肯定是找错人了 还是赶紧回家吧 按说杜秘书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 但那位叫马戎的老翁就是认死里一根筋 什么都听不进去 说什么也不肯走 非要见到马战山本人 而且非要与马战山父子相认不可 没办法 杜寻若只得让他在客厅里边等着 自己去向马战山将军汇报 马战山听过杜寻若的汇报以后 觉得这位叫马戎的老翁不像是坏者 他可能真的是丢了儿子 那想想要怪可怜的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四十年前与儿子天歌一方 如今儿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由于寻子心切 加上自己与他的儿子同名同姓便找上门来认死 事情虽然搞错了 但我们还是应当理解他的心情 想到这一层 他便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位马如 把自己的出身经历向他讲清楚 让他死了这份心 不要在这里瞎耽误功夫了 马战山的表态 与他平日的行事作风是大不相同 我们前面讲了 由于环境邪恶 马战山平时很少出门 与外界几乎断绝了往来 偶尔有人前来拜访 马战山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如今杜秘书听说马将军要亲自见一见马荣 有点吃惊 也有一点担心 他直言相劝 说马荣是不肃之客 身份来历 我们都不清楚 仅凭他空口白牙的几句话 就贸然的与他相见 太危险了 但马战山却坚持说 老翁几十年前丢了儿子 确实挺可怜的 我应当与他见一面 该解释的话 当面解释清楚 对老翁有好处 对我们自己也没有害处 杜秘书见马将军决心以下 也不好说什么 但在此非常时期 马将军贸然与一个陌生人近距离接触 确实存在了挺大的风险 为安全起见 他让马将军先等一等 自己与马战山的警卫员杜海山一起在会客厅 与老翁又聊了会天 着实观察来人是不是带有什么凶器 经过观察 两个人觉得老翁身上并没有枪支刀具这些物件 这次楼上请马战山在会客厅与老翁相见 杜秀书又一次走进了会客厅 马战山跟在他身后 杜秘书向马戎介绍说 这位就是马战山将军 马戎听说马战山来了 赶忙站起身来 他一把拉住 马战山的手一口一个老虎的叫着 又将自己如何丢失儿子 又是如何寻找儿子的情况详细的述说了一遍 马战山请老翁坐下 耐心的对他解释说 我叫马战山 但不是您要找的老虎 您丢失了儿子我们听了 也挺替您着急的 根据您的说法 您的儿子与我同名同姓 但您儿子与我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我马战山虽然祖籍是河北省丰润县 但从我十三氏族起就到了东北 先是住在吉林省的长春 在长春延续了四代以后 迁徙到了辽宁省怀德县 这就是说我们家离开丰润已将近四百年 我本人生于怀德 三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东北 从来没有到过山海关以内 更不用说去丰润了 先父马淳已于十七年前病故 我亲自为老人床前送中 另外杜秘书也对您讲了 您儿子老虎的年龄生日和我都不一样 您还是回家再想别的办法 免得在这里耽误您的时间 马战山的话 让那位叫马戎的老翁冷静了下来 他也听着马战山端下了一番 然后摇了摇头说 你长得确实不像我们家的人 个头身材模样都不像 你不是个儿子 说着便站起身朝大门走去 见老翁起身告辞 马战山盲命杜秘书将老翁送出了大门 看着老翁渐渐远去的身影 马战山的心情也是感慨万端 可怜天下父母性 马战山与老翁见了面 一场误会似乎烟消云散 然而谁也没想到 老翁走后却告诉别人 马战山就是他的亲儿子 谴责 马战山不认他这个亲生父亲 不久后 他还再次找上门来 在马战山门前大吵大闹 那么见到马战山之后 老翁明明已经承认 但马战山不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 他又为何会这般出尔反尔 反复无常 他这样胡搅蛮缠 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将军遭遇任此案 敌己 冒牌父亲找上门 但是 令马战山没有想到的是来年春节以后不久正月十八日 马战山收到一封来信 寄信人叫马发 也就是马戎所说的那位同乡 信里所讲的还是马戎寻死的事情 马发这个人有些来历 他家是丰润县有名的大儿 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张廷厄的官员 张廷厄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长 后来在政商两届齐齐夫妇 在马发给马战山写这封信的时候 张廷厄正在天津经营盐务 掌握着京东七个县的官营专卖 在天津又算是个大名人 马发来信说 马戎春节期间又找过我了 说马战山确实是他的儿子 小名叫老虎 前些天他到马公馆去过了 但马战山不肯认他这位父亲 马发在信中还附了一张马戎的照片 并详细叙述了他的儿子老虎小时的情况 信里边虽然没有明确的讲 让马战山认马戎这位生身父亲但自立行间这方面的意思 还是读得出来的 马战山读过来信就很不高兴 但考虑到寄信人的身份 便命杜寻若代表自己给马发写了一封复信 在信里边 马战山详细叙述了马戎几天前登门认识的过程 将那天向马戎陈述的事实 又向马发复述了一遍 并郑重讲道 本人前些天见过马戎 马戎当时亲口讲 我与他家的人长得不像 不是他儿子 怎么如今又节外生枝了 与此同时 马战山还命杜秘书将马戎的照片退了回去 表示既然双方素不相识 毫无牵涉 没有收受照片的道理 信发出去以后 马发没有回信 但这件事情让马战山就有了些警觉 觉得事情本来已经对马戎讲清楚了 马戎也承认自己不是他的儿子 怎么几个月过去了又来找后张 而且还搬出了有头有脸的乡间俯身 马战山隐隐感到这件事情不简单 马戎背后可能会有黑手 事情也许不会就此结束 果然不出马战山之所料 到了四月份 随着天气转暖 那个叫马戎的老翁再次找上马 一口咬定 马战山就是他的儿子老虎 如今发迹了 当上了大官 过上了好日子 便想着不认我做农夫的老妇去了 没门 对于老翁的纠缠 马战山最初还是让杜秘书出面好言相劝 杜秘书对老翁说 您已经见过马战山将军了 马将军当面告诉您您肯定是找错人了 而且您自己也承认马将军不是您的儿子 怎么才过了几个月 您就忘了您自己说过的话 您这样闹下去既不能找到您的儿子也不会有其他什么好的结果 再说您这么大岁数了 这样闹下去对您的身体也不好 您还是赶紧回家吧 杜秘书劝他赶紧回去 但马战山根本不听劝告 坚持说马战山就是他儿子 并且发誓 这一次非要与马战山当面罗对面骨的把话讲清楚 只要马战山不认他这个父亲 他就不会罢休 接下来任凭杜秘书苦口婆心的劝解 马战一概是充耳不闻 非要马战山出来与他父子相认不可 他的这种行为好像从侧面印证了马战山的判断 马战很可能背后有黑手 黑手说不定就是日本人 基于这样一种判断 他传下命令 紧闭大门将马战关在门外 马战见马公馆大门紧闭 更是不依不饶 还是在门外大吵大闹 大哭大叫 肆意辱骂马战山 望无福意 不仁不孝 弃心不痒 灭绝人性 天一难容 一时间马公馆门前聚集了许多围观看热闹的人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 看到马战那副老太隆中生气冒火的样子 听着马战的辱骂 对马战山紧闭大门的行为也有一些不理解 现场秩序显得有些乱 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马战天天在马公馆门前吵闹辱骂 从阳春一直骂到盛下 到了七月初天气已经很热了 马战仍然顶着烈日在门前吵闹辱骂 马战山觉得总这样听凭一个老翁在门前吵闹 也不是个办法 百善孝为先 孝道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假如任由老翁闹下去 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许会以为 马战山真是一个独任亲生父亲的不孝之人 这对马战山将军的名誉 威信都将构成严重的损害 马战的胡闹必须制止 然而考虑到马战背后可能会有的幕后势力 对这场闹剧的处理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当时的天津英诸街 日本人的势力已经是无孔不入 在马战山住宅不远的地方就设有日本人的机关 他们在暗中监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 老翁上演的这一幕 会不会就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 他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些隐藏在黑暗中的问题 都使得对这场闹剧的处理必须甚至又甚 那么马战山将如何处理这场闹剧 在处理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什么蹊跷的事情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面对一再到门前大闹的马戎 马战山强忍怒气再次见面结识 马战也再次承认马战山不是自己失散的儿子 不料离开马战之后 他却又一次出尔反尔 状告马战山遗弃亲生父亲 那么马战这样一再反复 究竟是何用意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被冒牌父亲告识